掌握 新竹市東區某社區大樓 昨天晚間 將近11點發生了國警 新竹市消防局貨爆之後 立即是派員出動救火 金山分隊兩名消防員 李永珍以及周立新到場之後 先協助住戶疏線 而因為現場大樓停電的關係 傳出還有住戶人在建築之內 兩人再次進入現場執行搜索任務 疑似因為氣瓶後進抖握現場踢肩 金桐仁就出送醫急救無色 不幸殉職 新竹市長高宏安清晨在臉書發文 證實金山分隊隊員李永珍 以及周立新兩位消防弟兄殉職的消息 他在第一時間逗醫院慰問家屬 並且表示會盡全力來協助後續事宜 調查起火的原因 初步了解这起火警 是地下一樓放置電纜線的管道間起火 小房隊在昨天晚間10點55分 互報道場灌救 火室在11點35分控制 當時現場停電 並且傳出有住戶還在建築裡 所以兩個人是再次進入到大樓搜索 昨天凌晨12點15分收到了求救訊後 後來發現兩個人疑似因為氣瓶耗盡 抖握二樓到三樓的樓梯間 經同仁救出後 分別送往台大醫院以及馬接醫院急救 但是兩個人還是宣購急救無效 不幸殉職 こと有期待的問題 你詞曲奶結果 你怎麼知道 我本身的煽時 有沒有不可能 均等